今天帶大家吃客家菜 這間叫客魚 珠海開了三間 這間是在揚名廣場 裝修風格就一點客家味道都沒有 服務員也不太會說客家話 我也不太會 餐廳的燈光而言真是偷情十足 不不不 預情十足 他還有一盤毛豆和豬耳餅給你做前菜 不過他是要加收費的 聰明絕頂的小編 當然就拒絕了這些前菜 說明吃客家菜就吃客家菜 毛豆?開玩笑! 這些茶就是玄米茶 玄米茶不是日本的嗎? 別管他,總之很好喝 客家菜就是要喝通再吃飯 但今天他的湯就遲上了 差平 沒有規矩 這碗客魚土豬湯 就成為每位的十六元 聽說是這個梅州的土豬 每天運到來珠海 然後就用農夫山泉煮製而成 但我喝起來也沒什麼大不了 是挺鮮的 但最重要是豬肉全收肉 而且很大塊 整顆牛肉似的 我想他沒下味精 讓他合格 咦?不是喔 這碗不是非洲豬湯嗎? 糟糕了 然後再到這個小醜紅牛肉 這個 你確定是客家菜? 味道來說挺入味的 偏鹹一點 所以用來送飯一流 牛肉配西芹 入口咬口十足 再跟著就是這個連骨也有味的 手絲鹽焗雞 沒錯 他真的叫這個名 那些雞呢 經過手絲之後 連脾氣 撿了骨 客家菜出了名是偏鹹的 這道菜是剛剛好的 我覺得呢 他裡面的鎮肉呢 是不夠鹹的 不過不要緊 還可以點一下這些香汁來吃 完美啊 但最後 也是客家菜的靈魂 客魚豆腐 他中間有羊肉那種煎豆腐來的 一夾就散 就保證了這個豆腐 是可以入口即溶那麼煉滑的 果不其然 他真是鹹了一點 但你還沒感覺到鹹的時候 他就溶了 剩下一些豆味和胡椒的鹹味 總體來說 這間客魚就並不是十分正宗的客家菜來的 但開得全國連鎖 唉 疑惹了 所以 嘗嘗身口味 不妨一試 補到我啊